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豪 哇,先恭喜一下我自己 終於20萬訂閱啦 要謝謝大家 大家看標題就知道 這支影片呢 是要來挑戰 2萬大卡 那其實在我剛開始拍片的時候呢 我有挑戰過1萬大卡 不過 那個挑戰 簡單,輕鬆 直接把它啃掉 我們直接跳到2萬 直接一倍 看我這個一年下來有沒有進步很多 對,吃的部分 那講解一下這個挑戰的規則好了 挑戰的規則就是 只要在一天之內 就是從你早上起床 到晚上睡覺的這段時間內 盡可能的 吃各種東西 把你的熱量補充起來 那 唯一不能做的就是 把你的熱量拿來用喝的 就是你不能喝飲料 然後當作你的熱量 因為 如果用喝的話 就是還蠻簡單就可以達到的 對,所以我要盡量 能夠用吃的熱量 就是用吃的 那 也謝謝大家 那那時候我在IG上面問大家說 想要看我吃什麼 那我已經也準備好了一個單子 那盡量 能夠讓大家看到 各種高熱量的食物 那 現在已經 早上不早了 我會想要先去健身一下 因為如果我吃的東西的話 在健身會覺得 有點太飽 然後會想要吐 我們差不多說 趕快出去健身吧 走 挑戰前 我們體重 看 有 有 我 一 eins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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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紐澳梁香雞排 好 等等去捲 好 謝謝 我剛剛站起來不要飽 好 謝謝 哇 健身完了 那手上馬上就給它變出一個胖老爹 因為剛剛我請了我在美國的分身 幫我去買 我就可以馬上開吃 好 那我們趕快把它帶回家吧 走 哇 終於到家啦 那剛剛在挑戰前 先量了一下體重 91.35 嗯 我這個大胖子 讚 我就胖 那我們來看一下吃完之後 體重會變化多少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真的還蠻好奇的 如果真的有吃到2萬大卡的話 體重的變化是怎麼樣 那剛已經把這個起司給加熱過後 哇 看起來超級好吃的 那這個起司就像是韓國那種吃播 都會吃的 把它加在這個炸雞裡面 好啦 那我會把每一餐的那個熱量 這樣子疊加起來 那這一餐的熱量 我會把它放在這裡 那 對 因為喝的熱量不算嘛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喝水 對 或者是 如果有肥宅快樂水 那就更好 好啦 趕快吃吧 哇 這個全家5號餐裡面有 兩個腿排 兩個雞腿 然後還有兩個翅 那我還在點了一個雞排 哇 哇 跟我想像中的這個起司不太一樣 那我看他們吃播都沾得非常的剛好 應該是他們有那種起司機 對 可以一直加熱 因為它這個涼掉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很Q彈的一個球狀 沙發治 聞著 這邊 一個雞排 一鱉 剛才 二鱉 五鱉 五鱉 六鱉 起司加這個炸雞真的是絕配 不過因為這個起司 雖然是我第一次這樣嘗試 因為一般不會這樣子這麼的奢侈 把熱量放在這個上面 剩下最後一塊排啦 然後裡面的起司也被我吃完 剩下一些炸的碎粉 那我今天的策略呢 因為我想說我會吃很多東西 那我先挑我自己喜歡吃的 然後讓種類變化多一點 就才會吃得多 因為如果一直吃重複的東西 就算它熱量很高 你也會吃膩 那我要趕進度了 因為我怕等一下想吃的店 他們晚上會休息 不然之前那個Iwanka真的是 輕輕鬆鬆啊 簡簡單單 看不起 好啦 我吃完了 那我現在來吃個飯後甜點 來蹭個100公克的mm 哇 這個好事多賣這麼大罐 對 吃完肯定熱量爆表 我有看那個IG有人留言說 特別想看我吃mm 所以還沒追蹤的 可以追蹤一下 IG在這 好 飯後甜點 100克的mm 這其實100克感覺還蠻多的 哇 最近那個 Masdoni 他才出了一個 好像是4000克mm的挑戰 我看他吃真的是覺得傻眼 他是直接把它拿起來 然後吞掉 配水吞 5045卡 吃完那個就5000 喔 那其實 我只剩下 三份剛剛要吃的東西 我就結束了 好簡單喔 我覺得我吃完這個 我就想要吃鹹的 這超級甜的 最後兩顆 那我的戰術就是 盡量讓自己多活動一點 就會感覺到比較餓 所以我馬上就要 接著出去逛百貨公司 然後邊逛 邊挑自己想要吃的東西吧 那我們等一下百貨公司見 一個口口香蕉 一個美麗絲色 美麗絲色 我告訴你 哇 點了兩杯大的 然後這裡的話 熱量總共是2425的 算鹹的 我們來吃一下甜的吧 好久沒吃 這個香蕉味一樣的 非常濃郁啊 剛我在出門前 包包裡面 隨身攜帶的熱量 對 出門旅遊必備的Kickham 那這五個我也上過了 這五個總共是430卡 可以叉著吃 嗯 我覺得我香甜剛好 因為一個比較偏酸 然後一個比較偏甜 所以這樣綜合起來 可以讓我的食欲比較好 印象中的Kicam應該是很甜的 然後結果加在一起 Kicam才有什麼感覺 沒有甜味 我來吃看看這個巧克力 搭配這個 梅果類的 欸不是很搭欸 不是很搭 我覺得Kicam搭配這個 不搭 不好吃 好 喔 你們哪一個熱量比較高 熱量最高 熱量最高 好 那個來個 點好了 點了三個 那其實我真的完全沒有吃過Crispy Creme 所以對於他們的甜甜圈 其實還蠻有興趣的 因為沒有吃過 目前有吃過的是台灣比較常見的 Mr. Donut 這個小小的他們原味最經典 他們有用糖霜的 一個的話是200多卡 試看看 好甜 真的好甜 我這有吃過最甜的甜甜乾 很扯喔 超甜的 很好吃喔 我剛剛問他哪個熱量比較高呢 他就推薦我這兩個 一個是花生醬的 然後一個是真果 然後我剛剛查了一下 花生醬的有300多卡 真果的有400多卡 所以我這一餐加起來大概有1002卡 我來試一下花生醬 欸 比較甜 看他多了那種 花生醬 最有的那種香氣 他這個不只有花生醬 他這個底部啊 我覺得他整個 他整個甜甜甜都是有先 裹裹一層他們的那個原味的防霜 再加上上面這個巧克力 花生醬來做調味 所以這裡熱量最低的應該就是他們的原味 但是我剛吃那個原味也是 潛到一個誇張 好 就把它吃完吧 這樣我已經吃到了 快9000檔 就是 很膩啊 好 接下來吃這個 哇 這400多卡 這怎麼回事啊 吃看看 嗯 一樣甜啊 我感覺他上面這個巧克力 很像那個Nutella 是那種很甜很甜的巧克力 然後再灑了一點他的椎果 所以椎果其實熱量也都蠻高的 這樣400多卡 我就覺得 還蠻合理的 好 好 那先來實測一下 吃完很甜的甜甜甜甜之後 再吃TK會不會甜呢 嗯 完全沒有味道 很痛 我的下一站的話 應該是去吃 肯德基的蛋糖 其實 我覺得 台灣的肯德基蛋糖 那還不錯吃 所以等一下 找一下附近的肯德基 吃一下它的蛋糖 好不好 哈囉 現在來到肯德基 吃一下 想很久的蛋糖 嗯 做定位啦 那這個蛋糖 期待了非常久 那我這一次 除了點油味之外呢 還點了一個 沒有嘗試過的 就是白米 剛剛發現說 吃了太多甜食 然後真的是 覺得 需要一點補糖的東西 要不然接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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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酷喔 它上面放的這個 白玉蛋糖 這個白玉 很像是白色的珍珠 但是它是做成跳狀 QQ的 它真的我是覺得 原味還是好吃 因為它這個上面的焦糖 變得太搶細喔 嗯 就沒有那種蛋糖 那種本身蛋的 香氣 存在 所以 下一次我會點 一整盒的原味 好吃 哇現在吃的超級多 那種甜甜 然後又挺醉肉的東西 但覺得無糖綠茶 特別的好多耶 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 哇 它這個更厲害的是 它是火腿 然後還有牛肉 還有雞腿排 所以給它全部加在一起 什麼肉都有 我剛剛 就是要點這個漢堡的時候 我就問 店家說 你們這裡熱量最高 你給我拿出來 然後就說這個是熱量最高 然後其實它也沒有一個熱量高 但是我 初估 這樣子的一個 set 大概是 一千 兩百卡 然後配一下 然後配一下 配一下 可樂的熱量不會算 所以這裡應該有一定會 很重要 很重要 為什麼還停住了 我不知道耶 它現在吃到有點 沒人就是公料 我已經吃了好多口 可是它感覺還是很歐 然後沒有減少的感覺 可能等一下真的需要散步一下 欸這真的不簡單耶 我剛開始我就說 我們一萬 一萬是真的還行 一萬是真的還行 對我來想像正常 可是突破日本的感覺 感覺開始越來越難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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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了差不多 剩下 一點點的牛肉 雞肉 很難 很難 然後我覺得挑戰 它難的點大概就是 突然就是像是這一餐 突然就是 覺得很飽 不想再吃了 我上一餐那個 肯德基蛋塔 我覺得還好 就是還蠻好嫁 可是 這一餐突然整個 鹹食一過來 我就覺得很難 我覺得阿 現在吃了一些鹹的 開始 心中有個念頭 然後去吃甜的 但是好不好 根本就是一個 麵頭欸 呵呵 可是那個 前遲到桌上 我也是 會像這樣子 卡住 現在到了士林夜市 想說來散個步 讓自己比較有食慾 因為周圍就是那個 食物的味道 聞到就特別的 反味 那 就順便看一下吧 有沒有 什麼東西 會讓我自己 比較有食慾 等一下買來吃看看 等一下買來吃看看 哇一份大子 大份的 馬上在他的 店門口旁邊吃起來 你看 這個大份的話 裡面有七個 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 一個 一個這個大可的話 是 50大可 所以 75 35 350大可 邊逛邊吃吧 帶 帶著我的這個大肚子 哇 最後一隻 竹 我現在看到 我現在看到 後面有賣 糖葡萄 那我剛剛查了一下 一隻糖葡萄 大概 200大可 我覺得 這頭吃不錯 番茄加蜜餡 現在吃在哪 現在吃 35 35 35 你怎麼在喝飲料了 哇 欸不是 你想一杯鍋爸奶茶 用喝的 多少大卡 700耶 用喝的熱量不是熱量嗎 唯一不能做的就是 把你的熱量拿來用喝的 因為如果用喝的話 是還蠻簡單就可以達到 是還蠻簡單就可以達到 喔 這樣說話不算話喔 欸而且我現在已經 一萬一了 好不好 就差9000了 再喝一下也可以吧 好啦 因為我現在真的是有點極限了 好不好 我趕快 用喝的補充一下 因為我覺得 對 我不太想再吃東西了 我覺得用喝的熱量 也是熱量喔 快93了 對 很辛苦 OK 哇 現在時間買到了晚上10點半 欸沒有10點半 10點說錯了 剛剛點了這個 全糖的珍奶 這一個的話 我剛剛查了一下 全糖的大杯 760 薯條一包是 530套 這個 550套左右 平衡分 什麼 350 350 平衡分 那吃到空腦已經有點壞掉了 那這裡總共就是大概2500卡 乘兵吃吧 乘兵吃 乘兵吃 先酥一口 通常我喝全糖我會覺得很甜 但是 在今天這麼多甜點的洗禮以下 我覺得這個 一點點不甜啊 這樣子 這樣子300多卡 好 我把薯條沾冰鮮粉吃 嗯 聽說這530很好吃啊 還不錯耶 甜鹹甜鹹 晚上這個時間10點多 麥當勞 人超多的 今天穿了一整天的麥當勞T 終於在10點的時候 我來到了麥當勞 快吃 攝影師要下班了 嗯 10點半 拍一整天 我看吃了500多 530塊 嗯 剛剛我覺得我吃了那個漢堡 絕對不止你本 還不潛在耳邊說不止 哎 全部都是你說的錯 對啊 裁判 裁判 龐正 告訴我 你要怎麼跟我鬥 哎 求證龐正 加上主辦協辦 所有的單位 全部都是我的人 怎麼和我鬥 哈哈 嘿嘿嘿 哈哈 現在 量一下體重嗎 吃完麥當勞 回家 95 可以好好 為什麼一個人躺在那裡啊 你現在是在喝肥宅快樂水嗎 哦 沒有啦 我現在在喝水而已啦 因為現在我看時間都要1點多了呢 現在 剛吃完那個麥當勞到家裡面 還是沒什麼食慾 不太想要 喝那種油糖飲料 我現在覺得 水最好喝 可是 這樣20萬訂閱的這個 2萬卡企劃 真的好想要成功哦 你要不要再撐一下 你已經1萬4了呢 還才6000 卡拉木腳呢 然後還有這個 菇材冰粉的麥當勞 你要不要再吃一些些 就到2萬了呀 我很想啊 可是我肚子好大 我已經吃了一些 真的好對不起大家 你是不是很難過啊 哇 今天是挑戰完的隔一天 那現在看到罪惡的食物 都會覺得特別的害怕 現在就想要吃一點健康的 可是這個MM 我還是要把它 一顆一顆的消化完 好 先吃一顆鴨鴨筋 哇那真的是 非常感謝大家這個 20萬的訂閱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